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专家咨询小组委员李炳云医师 武汉肺炎是透过飞沫及接触传染 佩戴口罩能够有效降低传染风险 更是保护自己及家人最有效的方式 尤其在出入医疗院所时 请国人务必落实防疫措施 第一,请全程佩戴口罩避免飞沫传染 第二,使用过的口罩请妥善丢弃不造成环境污染 另外提醒大家,出入医疗院所时随时保持双手清洁 并避免用双手触摸眼睛、鼻子、嘴巴 保护自己,不让病毒上升 防疫不松懈,请确实佩戴口罩 降低传染风险,守护社区防疫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